书节前文 陈小狗和陆大刚 九死一生地 终于从海盐王的嘴里逃回了他船 阿水双手合十 不停地向大海上祭拜 多谢海神保佑我 可是 当面对眼眶中满是泪水的团安娜 陈小狗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 那种担忧不是假的 让小狗不知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才好 犹豫了一下 小狗的脸上刮起了笑容 伸出手跟团安娜积了个掌 大家都活着就好 可是还没等小狗理出个头绪 说点什么事 海中就响起了爆炸声 大船也跟着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水叔快开船 咱们离开这里 哦好 还要说吗 黑湖那边开站了 可是船开得再快 也没有海水翻涌得快 身后的大海中 已经炸开了锅了 几个人远远地看到 黑湖两着两头巨猛 分别从三个方向 展开了攻势 那场面着实壮观 大哥和煮酒音 张开血盆大口 胸利地朝着那海盐网 就咬了下去 黑湖那更是不用说 手中举着灵活剑 自上而下地劈了下来 这一剑 估计就是百十米高的大厦 也得被劈成两半 那威力着实海人 三个方向同时下手 各方向的实力又都不弱 任那海盐网 有翻天覆地的本事 也绝对够他瘦的 但是不讲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海盐网 不愧是妖神级的魔物 直到两条巨猛 咬不坏自己 他则专心地 对付起了黑湖 面对凶猛的攻击 竟然没有落了下层 那边是打得热闹 小口他们 再好奇也不敢停留 驾驶着大船 已经开出去了 两三百米远 但是大船的后面 还拖着体型巨大的 无手海胶 速度根本就起不来 而且还惹出了大祸 大船这一拉呀 不知道无手海胶的 哪个脑袋中的毒素 烧轻了一些 竟然苏醒了过来 似痛苦又似求救 仰头就是一声怪叫 这怪叫声传出去老远 立马就惊动了 那正在大战的海爷吗 怪声传来 他连忙就转过了头 看得出 他对着海郊 十分地上心 他见到海家 就要被大船拖走 顿时就不干了 虽然被牵制得 脱不开身 可是他大嘴一张 一团黑紫色的液体 就从口中喷射了出去 就如陈小偶 他们船上的水泡一样 那团液体 如离弦之舰一般 直直射向了大船 那液体不偏不倚 正好打在了 大船的船帮上 那力道 差点就把船给打翻了 出了什么事 好像有东西 连在船上了 事情发生得太快 陈小狗等人 并没有注意到 海盐梦发起了攻击 只感觉船身一歪 吓得他们 忙着走到了 船边查看原因 接着 他们就发现了 不对劲 驾驶室外 也被喷上了 一些粘液 很快 那些铁板 铸成的外壁上 就冒起了白烟 还俯视出了 一个个的小洞 不好 那是海盐梦的血 而且那些 被俯视出来的洞口 也在越变越大 这些粘液 可比什么 强酸亡水厉害多了 喷溅上了一点 就俯视成了这样 更不用提船身了 很快 一阵阵 刺眼刺鼻的白烟 升起了 船身已经被 腐蚀出了一个大洞 这还得了 以这速度 用不了两三分钟 整个大船 就得沉下去 大洞 石树 快去船逃生 我去准备救生艇 来不及了 快去船尾 陈小狗一边通知 大洞和阿水 船身的情况 一边拦住了 想去准备 救生艇的团呢 先说大洞 他正在船舱中 查看设备 听到小狗急速的喊声 忙着冲了出来 什么 起船 可是他刚一出来 就傻眼了 船舱底部 已经注满了 大量的海水 整个船底 被淹没了大半 看来 船是真的要沉了 大洞心中 顿时咯噔一下 忙着冲出船舱 跳入了大海中 再说 驾驶室中的阿水 忽然感到 船身一震 还来不及去查看 发生了什么 就看到前面的船壁 被扶持出了 几个大洞 心中大叫不好 接着 又听到 陈小狗的声音传来 他更是不敢怠慢 转身就向外面跑去 可是 不知为何 外面发生了爆炸 气一浪顿时 就把他给顶了回来 这一下 可把他摔得勾腔 嗓子眼一甜 一口鲜血 就喷了出来 不过此时 容不得他耽搁 阿水咬了牙 硬是爬出了驾驶室 也跳进了海中 此时 大船被腐蚀住的大洞 是越来越大 大量的海水灌入 很快就让大船 失去了平衡 向一侧翻倒了下去 那液体更是 不知腐蚀了 什么可燃的器官 还发生了爆炸 燃起了大火 爆炸声一响 整个大船 算是彻底地废了 接着 只听到惊天动地的 一声巨响 大船竟然从中间 裂成了两半 断裂的船体 迅速地向下沉入 比陈小狗预计的时间 还要快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整个大船 都已经沉入了海中 好在 此人及时地 跳入了海中 没有随着大船 沉入海底 可此时 众人都呆住了 心有余悸地盯着海面 快走 不然会被吸进去的 但是此时 不是难过的时候 现在必须离 大船的沉没点 越远越好 不用陈小狗分析 少我有点常识的人 都能想到 如此体积的船只沉没 必定会造成漩涡 果然 四个人的反应速度虽快 可是依旧被下卷的海水 拖得向后退去 在这种大灾难的面前 人类的力量 就显得十分渺小了 陈小狗觉得 自己累得都快抽筋了 可是依旧没有向前半步 还被拉回去了好几米 好在几人都是精通水性的 几番努力增长 总算是逃过了漩涡的洗礼 保住了性命 你们在这等着 我要回去一趟 危机暂时解除了 可是几个人还没停下来喘口气 陈小狗竟然说他要回去 阿星还在船上 我要把他救回来 不行 太危险了 刚才情急 大家都来不及做太多的反应 昏迷不醒的阿星还在船上 不过此时 肯定是随着大船沉入海底了 那有五十多米深 没有潜水设备根本就不行 小狗 你别冲动啊 我也不能为救阿星 再搭上你的命啊 这种情况下 再折回去 很难有命活着回来 就连阿水都已经绝望了 他含着眼泪 拦住了趁小狗 说什么也不让小狗去送命 其实送命还不至于 但是同安娜说的问题确实存在 虽然小狗还没有想到解决的办法 但是有熬爷帮着 他应该可以安全地往返 不管怎样 总要试一下 那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在这等我 我会尽快回来 总之 小狗做不到 扔下阿星不管 他跳到了老熬爷的背上 拍了拍熬爷就想走 小子啊 这次 怕是不用咱爷们出手了 什么意思啊 可这时 熬爷却开了口 原来 已经有人开始行动了 那边已经有人开始行动了 熬爷这一说 几人才看到 就在大船沉没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小木船 可这汪洋大海之中 怎么会有人呢 小狗目力稍好 远远地一看 那是一个虚发皆白的老头 他身材精壮 双目炯炯有神 手中还拿着一个奇怪的大海螺 朝着几人看了一眼后 那老头便跳入了海中 他入睡的姿势并不出奇 但是 竟然没有激起一丝的水花 足见水中功夫了得 那是什么人呢 熬爷 咱们过去看看 这突然出现的老头 到底是敌是友 众人一时间还难以分辨 眼前情况被动 陈小狗更是待不住 招呼了一声熬爷 便跟了上去 说什么也要看看 那老者是何方神圣 他到底想干什么 有熬爷帮助 在海中行动真是方便了很多 扎眼的功夫 小狗也来到了 大船沉没的地方 沉入海中一看 那大船沉到了一个 极深的沟壑之中 那深度绝对超过五六十米 而那老头正在 以极快的速度 向了大船潜下 小子 你再不能往下下了 在这儿等着我 我过去看看 小狗示意 其实 熬爷的体型也过于巨大 无法钻入到船内 只能为了大船打转 盯着那老头的行动 常人是浅不到这个深度的 可是这老头 竟然丝毫不受影响 就如鱿鱼一般 灵活地钻入了沉船之中 他当然也看到了神熬 但是除了途中 换了一口气后 并没有停留 这船说大不大 但说小也不小 那老头游动得很快 可寻找的过程 也足足花了五六分钟 最后 在一个密封的舱门窗外 有了发现 那舱门密封性本就很好 而且又在海底 水压巨大 陈小狗不认为 他能空手打开舱门 但是不知是对船体结构熟悉 还是力气巨大 那老头左扭右扭之后 居然打开了舱门 可门一开 海水就涌了进去 这老头知道此事不能耽搁 跟着激流就冲进了船舱之中 此时 船舱内已经涌入了大量的海水 将船舱淹没了大半 这老头目光在船舱中扫了一下 很快就有了发现 海水已经淹没了阿星躺着的床铺 阿星的身体更是被淹没了大半 再晚来一会儿 阿星这条命就完了 这老头三步两步地 就走到了阿星的身边 一把抱起了他 把阿星的头抬过了水面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此时的海水已经快淹到舱顶了 那老头一边抱着阿星 一边顶着激流向门口游去 可是他自己还好一点 此时带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 因为顾虑到阿星被水灌到 几次都没成功 再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 必须得快点出去 那老头把阿星背到了背上 终于是游到了舱门处 可是外面早就被海水灌满了 背着阿星出去 阿星也是死路一条 好在那老头有办法 从腰间摸出了一个如塑料袋一般的大鱼飘 吹满了气候 套在了阿星的头上 有了这个足以保命 那老头收拾好后不再耽搁 抱着阿星就冲出了船舱 从那被海岩王俯持出来的大洞里钻了出去 从大船中顺利地出来后 那老头又朝着神豪看了一眼 那意思就是像在说 任务完成了 可以撤了 鱼飘气泡 本身就有福利 向上福倒是省了不少力气 那老头在下面拖着阿星 便快速地向上游去 沈小狗通过熬夜的眼睛 看完了那老头救人的全过程 不由地为他叫了一声好 这身少着办法真的是太绝了 那老头快速地浮出了水面 而陈小狗也紧跟着浮了上来 此时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陈小狗帮着那老头 一起把阿星搬到了那艘小木船上 这时陈小狗才喘了一口气 问起了这老头的身份 大叔您是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您就是阿布老爹 我就是木龙族的阿布 你爹还好吗 果然正如陈小狗猜测的 这老头正是自己出海前 放出了那只海鸥 想联络的木龙族阿布 你照顾一下这个孩子 我再下举一套 好的 这老头性格豪爽 声音高康洪亮 刚刚的深浅 就像是没发生似的 是气不长出 面不改色 那老头又潜下去了一次 弄上来了一艘冲锋艇 把大钢等人都拉到了小艇上 当然他还不忘记 带上了一些 没有损坏的潜水设备 阿布老爹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我们回到那海眼下面去 陈老狗本以为 阿布会把他们带到 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 修整一下 可没想到 他竟然要让几个人 再次去那个危险的海洞之中 趁着那魔物出来了 我们去抄了他的老窝 他的话说完 这个人就被震惊到了 要知道 众人可是刚刚死里逃生 离开那里的 你是木龙族人 你想陪我们下去 再把我们都干掉 是不是 特别是阿水 一听到阿布是木龙族人 更不干了 传说呀 这木龙族人跟那海阎王 可是一伙的 你 你是海阎王的仆人 你以为你们有选择吗 阿布老爹听了这话 那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 但是他没有反驳 而是朝着几人 奇怪地笑了一下 看看那边吧 他这一说 众人才注意到 此时天边 竟然竖起了 无数道的龙上水 天空中雾云密布 不懂海事的人也能看出 这海天之间 正酝酿着一场大风暴 海阎王招来了大风暴 阿布说 那是海阎王招来自跑的 黑湖那边 已经进入了激战 小狗他们想活命 就只能逃入那海洞之中 你以为你们能活着出去吗 可是 阿布的话 能相信吗 你们不想让我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因为我应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